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当警卫员们感到疑惑的时候 有人按捺不住 将礼盒打开 发现是礼盒里面是红彤彤水淋淋的苹果 当时的年代水果算是稀有产物 尤其面对这么饱满多汁的苹果 这让警卫员们喜不自胜 他们分外感激毛主席的贴心 互相牵让一番后才捡起箱子里的苹果 但一瞬间众人又纷纷陷入沉默 像抓到烫手山芋似的将苹果又放回箱子里 这些苹果实在太特殊 警卫员没人敢吃 更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将这箱苹果赠给他们 这几箱苹果为什么让警卫员们见之色变 毛主席又为何将这箱苹果赠给警卫员 这箱苹果究竟是谁送的呢 出兵相助 苹果还情这24箱苹果是朝鲜今日陈主席所赠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 不仅是为毛主席庆生 同时也是感谢毛主席 感谢新中国当日对朝鲜的相助之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借着联合国的名号 堂而皇之的出兵朝鲜 不但干涉了朝鲜的内政 而且还让战火蔓延到了鸭绿江边 美国的举动严重危及到了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也让我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面临了威胁 我们既然能赶走日本侵略者 美帝国主义我们更不会怕 毛主席当即召开会议 向党和全国人民宣告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并毅然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在彭德华元帅的指挥下 我国志愿军奔赴朝鲜 耗时三年将美国推回三八线 军事持平之后 面对长期的拉锯 美军无法再耗费军事资源 最终被迫与志愿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 虽然没有统一朝鲜 但保住了朝鲜半岛的和平 也让朝鲜共和国和我国东北边境都拥有了和平发展时期 但三年的抗美援朝同样让我国元气大伤 中央先后派遣了40多个师 共100多万人 其中包括大批铁路员工与民工 在战争中光荣富商和英勇牺牲的就有36万人 同时在三年抗美援朝期间支出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共占国内建设40%的费用 之后 为了保障朝鲜共和国的重建 我国还向朝鲜以无偿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的赠给朝鲜政府 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制费用 某主席大手议挥 以这一豪迈之举 实实在在地贯彻了人道主义精神 并巩固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 也保卫了新中国的政权 为日后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威望 这一举动同样也获得了苏联斯大林的认可 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 朝鲜人民军早就上武圣身上打游击去了 中朝关系就此得以巩固 两国首脑领导们也结下了深刻的情谊 尤其是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金日成 被导师毛主席更是心悦臣服 他紧紧追随着毛主席的脚步 在国家建设方面同样参考了我国的基建布局 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立场还是个人情感来说 金日成对毛主席对中国都有着无比深切的情谊 所以他时刻都想向毛主席表示感谢 但多次致电后 毛主席只是平和地说道 不用感谢我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人民 是群众 话虽如此 但金日成还是想为毛主席做点什么 眼见着毛主席的生日就要到来了 金日成想给毛主席赠一份生日礼物表达情谊 但送什么 以什么形式赠送是个难题 金日成走在山路上苦苦思索着 他望着山上的苹果树 星秋时节 苹果树上早已结下了雷雷说过 金日成欣慰之余 灵光一闪 忽然想到朝鲜结束了三年的战火 为了庆祝和平的到来 志愿君离开朝鲜之前 与朝鲜人民种植了苹果树 苹果寓意平安和平 代表着中朝两国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希望 若是已结出的苹果作为礼物 不仅成本合适 同时也表达了朝鲜人民朴素的情怀 礼物有了着落之后 金日成兴奋的直搓手 与其他朝鲜领导商议决定在毛主席生日当天 赠给他24箱苹果 24箱苹果也代表着 从1950年起到1952年秋季公事结束 共24个月 与志愿君的点点滴滴都被铭记在心间 同时 为了彰显金日成的心意 他还特意在苹果上面设计了一个小心思 准备给毛主席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 1954年12月26日 恰好是毛主席60岁生日 金日成将早早准备好的24箱苹果托人送到了中南海 当天清晨 毛主席听到金日成送来礼物 并没有表现得很高兴 而是神态平静地等待警卫员将礼盒拆开 可是当警卫员将礼物打开之后 毛主席看到里面的苹果 顿时紧皱眉头 脸色灯时大变 他极为生气地说道 这是生日礼物 我不能收 为什么毛主席见到苹果后会那么生气 又为何毛主席拒绝收下金日成赠送的生日礼物呢 不愿祝寿的毛主席毛主席 今天是您六十大寿 在古代也是特殊的日子 您还不愿祝寿吗 身边的警卫员忍不住问道 可毛主席却亲自相礼合再一次封好说道 我已经向党中央下达指令 绝不能新祝寿之风 尤其是我 更不行 众所周知 毛主席是最为公正的人 不仅要求众人不拿群众的一分一线 甚至连生日也拒绝庆祝 在延安时期 毛主席恰逢他50岁的生日 当时的毛主席在党内颇具威望 众人心悦臣服 为了给毛主席庆祝生日 在12月26日当天 许多党中央领导为他精心准备了 礼物与庆典计划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 立即找到中宣部部长凯峰 生日嘛 这年头没什么好过的 更何况我毛泽东的生日也没什么特殊的 我们就不要过什么生日了 凯峰想要解释毛主席与众人不一样 可话到嘴边立刻醒悟到这么说 确实是将毛主席数之高格 与群众剥离 最终理解的点了点头 但这还没结束 次年 著名爱国将领范婷 为了向毛主席表达他的倾慕之情 特意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为他写了一首诗 但毛主席收到这首诗后 犹豫许久回信 先生好以我心灵了 但这首诗并不是为我所做 应该称赞的是全国人民 久而久之 众人便知道毛主席不喜欢过生日 可是到了1947年12月会议的时候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认为胜利即在眼前 马上要到毛主席的生日 这便是双喜临门 到时候一起庆祝 既可以表现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又能长长士气 可毛主席听闻后 勃然大怒 站起身训斥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战争期间 战争期间那么多同志流血牺牲 我们在后方庆祝生日 这不叫美好愿景 这是搞特殊化 我毛泽东不需要这样的生日 更何况群众缺吃少穿 我们这么做 就是隔江游唱后庭花 这一段说辞让众人近身 此后再也无人提出 要为毛主席过生日的建议 但毛主席依旧不放心 1949年5月 眼见全面解放 毛主席前往北京 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明确提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 祝寿的规则 这让有些人很不解 毛主席便语重心长地解释道 我们党是人民的先锋队 要给群众起模范带头作用 祝寿是什么 是封建糟粕 铺张浪费不说 还违背了唯物主义法 生老病死本来是自然规律 庆祝什么呢 随后他又半开玩笑地说道 做一次兽 其实就是少了一岁 咱们悄悄地让时间过去 谁都没有察觉 也算长命百岁了吗 这番话让众人理解了毛主席的用意 也被毛主席的风趣逗笑了 作兽一旦未然成风 那么收礼现象也必被普及 毛主席的做法 便是杜绝党内被腐蚀的可能性 于是党内掀起一股病气糟粕 不愿作兽之风 像毛主席一般从点滴做起 纠正特权之风 但也见到了1953年12月26日 这是毛主席60岁的生日 在古代医疗水平不发达 60岁已算高寿 因此能活到60岁的老人 都会大张旗鼓地举办一次寿宴 久而久之成为了民间的习俗 因此在毛主席即将60岁的这一天 还是有不少人想为毛主席庆生 但毛主席却淡淡地拒绝了 作兽不会让我活得长久 只有脚踏实地地做事 才能让群众记住我 即便如此 家乡人有亲戚写信亲身 都被毛主席一一礼貌地回绝 眼见毛主席这般以身作则 起到积极的作用 可万万没想到生日当天 今日成也送来了寿礼 我已经三令五身禁止祝寿 他怎么还送呢 毛主席皱起眉摇摇头说道 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警卫员知道 若是毛主席收下这份礼物 不管礼物是什么 毛主席都会给众人留下言行不一的形象 但是警卫员仍然忍不住提醒 您若是不收就影响外交礼仪 不管怎么样先打开看看吧 在警卫员的劝解下 毛主席思前想后 在不愿伤害朝鲜人民朴素的感情下 最终拆开了礼盒 但见到盒子里的苹果之后 毛主席的脸色陡然大变 语气严肃地说道 这礼物我是绝对不会要的 毛主席见到苹果后为何如此愤怒 这些苹果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因苹果印字 毛主席勃然大怒 金日成认为毛主席是人民的导师 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将理论再发展 因此毛主席的思想应该长青 怀揣着对毛主席朴素的爱戴之情 在苹果送来之前 金日成特意在苹果上面 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便是在苹果皮衫印下 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 本以为毛主席收到后会十分开心 不曾想弄巧成桌 这几个字实实在在地戳到了 毛主席的痛处 早在1945年 很多中央领导人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 时常会喊毛主席万岁 但毛主席却对这句口号感到反感 封建帝王才会喜欢万岁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地位和统治 我们 作为共产党 作为革命家 就要革新思想 革新命运 有什么好万岁的 但因为毛主席平行公正 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领导着人民 取得了解放战争胜利之后 毛主席的威望与声明 早已远超他人 被人喊万岁逐渐形成一股风起 这让毛主席既无奈又着急 都说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必造神 可是当1949年3月 毛主席前往北京 住进双清别墅后 又在双清别墅的门边上 看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 这让毛主席极为不满 什么万岁不万岁的给我涂掉 随后毛主席因为这件事 专门在会议上提出 人的生老病死 是变政法的伟大胜利 如果我死了 你们应该放鞭炮庆祝 这是去救迎新 而不是让我一直活下去 你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万岁 是思想长青万岁 而不是我这个人万岁 否则以后我不在了 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主席深谋远虑 他早已知道 个人崇拜是要不得 如果人没有独立自主性 没有自我和思想意识 只去跟随和依附 那么未来定然会将人民群众 迎向不好的方向